我在上初三的时候 就到了160多斤 减到最瘦的时候 到高考的时候 是到了110斤 他已经瘦下来了 也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 干嘛还要跟着他呢 如果你在饮食不注意 万一要体重又上来 关键是不能谈恋爱吧 对 我知道你有时候接电话 可能是我就在旁边听着 我说谁给你来的电话 你管这么戏啊 发微信 我说谁给你发的微信 那他已经上飞机了 你可以回家了吧 你难道还跟上飞机是吗 我感觉就是 他可能工作以后 就还是没适应过来 还是觉得在学校里的那种态度 我就想就是 不行还是得租房子在这 还得扶上马 还得再送一趟 我经常跟他讲 我说你有自己的朋友 我妈有很多朋友 包括有那个女企业家商会 他有很多朋友 就希望他能回去 红涛就业嘛 我妈妈就说不行 我放手了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让你妈放手是不太可能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奶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节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污 骨比利赞助播出 观看节目直播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 官方微信号参加 情感心理测试 有机会获得 精美的礼品一份 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主持人柴子录 媒体评论人志玲 心理专家 白燕仪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故事 我的背后 有一个严格的妈妈 她一直对我高标准 严要求 但是曾经 我很不能理解她 也做了很多 让她伤心的事 直到我长大后 才发现 在这背后 她为了成全我 实在是付出了太多 牺牲了太多 其实我心里很难受 很不是滋味 所以今天 我来到这里 想真心地 对她说一声 妈妈 对不起 你为了成全我 付出了太多太多 掌声有请被这些人 妈妈 孙平 雍容华贵 你好 陶老师 三位老师 你们好 我叫孙平 来自山东四伯 女儿为什么要来 向你道歉啊 其实女儿 不用向我道歉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对我女儿 要求非常严格 而且甚至有点苛刻 真的我有点对不起我女儿 要求苛刻 她应该感谢你 要不然怎么能成才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为了女儿的好 我做的有些 我自己觉得很过了 就像女儿以前就是 比较胖 比较壮 我就想让我女儿 变得漂亮 就是对她管得就比较严 从饮食各方面 陪着她 就减肥什么的 我觉得 就要求的比较苛刻 掌声有请 志倩人女儿 王真静 土代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我叫王真静 今年25岁 来自美丽的桃流之乡 三东自博 其实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 特别对不起妈妈 这些年我妈妈 为了培养我 然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吧 然后事业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就是她放弃了 跟我爸爸之间的这种 感情的交流 这么严重啊 对 所以说 今天来到 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 就是想对妈妈说一声 对不起 也对妈妈说一声感谢 咱们从哪儿聊起 就是从 因为小的时候 就比较胖嘛 就是我就随我爸爸 一家人的体质 这是很小的时候 但是我妈妈 这太小了 对 这是一百天的时候 你这样一对比 真正女大十八倍 小时候有多胖吗 我在上初三的时候 就到了一百六十多几 然后就你这个时候是一百六十多几 那时候我表哥还比我大两岁 你这样看上去就可能还比我瘦点 那个时候就算比较胖的了 所以总是会在同龄人当中吧 比较健壮 然后在小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唱歌 跳舞 但是老师我想举手的时候 老师总从来就藐视我 就不看我 但是学校有什么运动会啊 然后就是永远给我报名 我们学校内有什么千球 垒球 十心球 我觉得啊 我也没怎么使劲 然后可能就是天生的 就适合 天生神力 对 然后就一扔 就拿了个冠军 那个时候其实挺 还是挺骄傲的吧 然后我们那时候 小学打比赛嘛 然后会由初中的老师来选拔 就是说进这个中联的初中 老师就到体育场上 我那时候每一项比赛都拿冠军 就是就这样顺利地 进入了一个重点的初中 但你自己不喜欢呢 那个时候觉得挺骄傲的 但是还是想变美吧 就到了青春期之后 我就觉得我跟身边的女孩 不太一样 有一次穿游的时候 我就觉得人家女孩 都穿着裙子 然后我又比较壮 就那个时候就因为上力量嘛 贩量也比较大 然后就是这个红耳朵鸡练的特别 然后这个肩颈练的特别的壮 我就觉得跟身边女孩 都不太一个样 对那个时候 别看了 对那时候肚子 往事不堪回首 那个时候就有格游摊了 我就发现老师啊同学 就会用可能就觉得 我可能跟别的女孩也不太一个 尤其我们班上的男同学 就是大家都会内心里 青春期的孩子 我就觉得会 起外号 对起外号 就起绰号 就很难听 就是大胖子 胖妞 壮哥 就是他们太过分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学校里也有比较喜欢的那个男生 对男生 然后有一次就当着那个男生的面 几个男同学就挨着叫 就是大胖子 胖妞 我就特别难过 我就觉得 就很没有面子吧 我就把 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比那个男的还壮 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比那个男的还壮 我就把那个男的那个衣领就拉过来了 就把他抡到地上去了 就轻轻一用力就把他抡到地上去了 然后这个事情 班主任就把我妈 就把我妈妈请到学校来了 那是因为我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 都是我姥姥姥爷到学校里边的 爸爸妈妈其实陪伴的很少 他们都在做生意嘛 企业家那个时候 我去了以后 他班主任就说 你女儿把你的男同学给打了 几个男同学可能说了他几句 他就和人家扭在一起 在操场上 就是把这些男生的衣领子给拽坏了 我当时我这个人批比较急 我就不会青红皂白的 我就批评了他一通 当时我看他眼里边含着泪水 真的我 我确实没想到就是 孩子的这个体格能给他在学校里边 做成这么大的 就是让他和男学生去打一起 我说完他以后 他就自己从办公室里边跑到操场里边 我当时我那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 我觉得我就对孩子 确实就了解的比较少 关心的也比较少 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女儿可能已经就是知道爱美了已经 觉得就是身材各方面 男生一说他 他就有点很自闭的那种感觉 你现在的职业是 我现在是一名空姐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空姐梦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也还是在练体育 然后我拿了几次学校的这个冠军 区里市里的冠军 然后老师就想把我重点培养 就到北京去侧古林 我们要坐飞机去 那是我第一次上飞机 对空姐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 就觉得他们穿着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化着妆 然后就很精致 那一刻我就觉得 如果我要是穿上这身衣服 我要是瘦下来 可能那些男生就不会这么嘲笑我了吧 反正他们还会觉得很羡慕我 说不定我也能成为他们的女神呢 我觉得在我想法里面 我是可以做到的嘛 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我妈妈虽然有点诧异 但是她没有反对我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妈妈就没有说过不 她就是女强人 然后做工作也是 同时做好几份工作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要么你就不做 如果你选择了 那咱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包括这句话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去告诫我自己 我就觉得 有这个梦想是很好 但是我说 你要想做你就得坚持 要么你就不做 要么咱就做好 她爸爸就说 你就让她练体育挺好的 你将来就是拿个世界冠军 还能为国家争光 她爸爸就根本就没想到 就让她去转型 转到这个做空姐 说你就别做梦了 说你还做空姐 其实你要这么听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更关注孩子自己需要的 你不能用一些东西去绑架 你要看她自己内心需要 所以接下来就减肥 对然后就到了高中了 那就知道爱美了嘛 然后我妈妈这段时光 真的是给我做了整整三年 其实我妈妈不太会做饭 然后那个时候 她也不懂网络 我妈妈就让我表哥 去网上查那个 怎么做减肥餐 后面早上起来 就慢慢规律了 就吃全麦面包 喝这种没有味的脱脂牛奶 中午吃一些牛排 煎的血鱼 我妈妈不光做减肥餐 还陪我跑步 从800米到2公里到5公里 就这样慢慢减肥 最终就是减到最瘦的时候 到高考的时候 是到了110斤 高兴 特别高兴 最起码跟正常女孩 一个样了 给我充正的同学 看我现在的照片 跟以前的照片 他们都觉得 我是不是发生 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说其实不是 就是我妈妈 一直在监督着陪我减肥 然后我妈妈陪我一考 冬天下着大雪 当时我们就是穿泳装 然后外边穿一个 从头裹到脚的一个羽绒服 我们家只有那一件羽绒服 当时不知道 也是第一次一考 没想到就是说 要那么冷 然后我妈妈就陪我去了 我妈妈穿着那件 就给我裹上了 她穿得特别单薄 我们早上要四点多 就去排队 然后六点多 可能才拿到这个报名表 去考试 我拿了13个学校的 艺术录取通知书 大学在哪读的 在厦门理工 那去厦门了 她不能跟着你了吧 跟着呀 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她已经瘦下来了 也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 干嘛还要跟着她呢 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挺高兴 高兴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就每天晚上给她打电话 一开始还每天要接 后来有时候就不接了 但是我第二天 我白天不敢找她 我不知道她上什么课 我第二天晚上继续在打 她说昨天晚上 我们同学有个过生日的 去开TV去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 回来以后不给我回一个呢 她说哎呀 我就觉得我班同学 人家她妈妈 鲁叔叔一个星期半个月的 都不找她一次 你怎么天天找我 我就怕你 第一你去到那个 陌生的城市以后 你上那去上大学 你觉得你放松了 你可能就是什么都忘了 就以完为主了 我就这样想的 如果你在饮食不注意 万一要体重又上来 当时我就和我老公说 我说我看不行啊 还得再去啊 我老公说那你自己 考虑考虑不行 你还是去下面去陪读吧 上那里 这就很奇怪了 你以前是一个雇事业的人 后来团之间变得 比普通的家长 还要更盯着孩子 这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说我老公 比我大12岁 就是有了他以后 挺宠着他的 要不这个身材 也吃不到这个样 就是说反正有些时候吧 他爸爸和他就差的比较多 有代沟 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两口子说好的事情 他爸爸就让我去传达 我的责任心也比较重 我就觉得女孩子 他想美已经变美了 咱就得让他把这个美维持下去 那你以前也不怎么关心他呀 就那时候就我有他的时候 不才20多吗 就也年轻 你感受到了妈妈的改变吗 我感受到了 我觉得我妈妈放弃了很多 最主要的 我觉得放弃是跟我爸爸吧 感到他们 其实我妈妈这样嘴上说着 说陪伴我 然后我爸爸也嘴上说着说 你去看看女儿 但是我能 有的时候我天天 我妈妈跟我爸爸打电话 也会有争吵 然后感觉他们的这个 争吵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也觉得很对不起爸爸吧 你大学几年 大学四年 他陪读陪你什么呢 主要是看着你吧 其实说看着也不为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 我没有形体课 有礼仪课 刚进到学校的时候 并不是很出色 也不是很优秀 有点驼背 空姐还是要练气质的嘛 我妈妈就在那里租房子 就跟我说 你们学校练形体课 都练什么呀 我就说我们练站墙脚 站墙根 把这个肩腰 还有这个脚后跟 站在这个墙上练气质 咬筷子 练这个上八颗牙 下八颗牙 我妈就学会了 让我回家 每天吃完饭 就练一到两个小时 就看着我 我就觉得这个事 我特别不能理解 因为人家别的妈妈 在上大学的时候 人家都没有陪读的 就我妈妈一直跟着我 其实我的同学 也会多多少少地在背后 就说可能我不自立 可能 关键是不能谈恋爱吧 对 不敢谈啊 是遗憾吗 不遗憾 可能就没有很适合自己的 而且上大学一直就是 妈妈在陪着我读书 可能更多的是用在了面试上 你跟我们来一段航空播报好吗 可以 中英文的 行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飞机在上升过程中 受到气流影响正在颠簸 请您不必担心 在座椅上坐好 并保持以南拳带记号 颠簸期间 机场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正在洗用洗手间的旅客 请您抓好扶手 感谢您的配合 她这个航空播报里面的 英文枪是比较标准 有些人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把 遮窗帘要打开 因为发生危险的时候 你肯定要看到 外面机外的情况 如果落地的时候 有机外着火 或者是你要看到 对 你是第一个上机的时候 把你们班 对 其实我在班里 那时候不是很优秀 但是在我妈妈的 这个严格督促下 成为了班上 第一个登上飞机的 这是很大的骄傲吧 当然是 当然那个到了学校里边 我拿到第一份工资 实习的工资 回学校请班上的同学 老师吃饭 就觉得当时 他们还花着家里 家长给的零花钱呢 而我却自己能挣钱了 觉得还挺骄傲 挺开心 那她已经上飞机了 你可以回家了吧 你难道还跟上飞机去吗 她也是去上海以后 我也是在家里边 但是我们沟通的比较多 她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呼着给我打 我说怎么了 她说今天我在飞机上 遇到一个乘客 我手着一飞机人 我给她写了一封道歉信 我说是怎么回事 她就跟我说了经过 我说这个事情 肯定是由你自己做不对的地方 我那时候刚刚工作 19岁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年龄 还算是 你在航空公司是比较小的 然后飞航班的时候 就有一个乘客 他在登机的时候 进门口 我说欢迎登机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她脸上 已经有点喝醉了 要有点红 但是她毕竟还是清醒 一直清醒的 然后上来之后 她就坐在我服务的那个过道里面 然后她上来之后 我供餐的时候 她说麻烦你给我一罐啤酒 我说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这个航班上的啤酒 可能配的已经没有了 你看我帮您换一瓶 这个苏打水可以吗 然后她也当时是表示理解的 什么叫猪队友啊 当时我另外一个过道的同事 也是一个刚上飞机的一个心秤 就没跟她沟通好 她就拿另外一个乘客要 她就给人家了 人家这个乘客就看见了 就说你这是欺骗我 然后就蹲在那个过道上 飞了五个小时这个航班 就蹲在过道上 怎么跟她倒就行了 他骂得很难听吗 他不是骂得很难听 他就一直在说我 我也很 我那时候比较小 我觉得可能 他们会像我爸爸妈妈 姥姥姥爷那样 就原谅我吧 后面我就当着一飞机的人的面 播报 然后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她 我就读出来 觉得特别丢人 然后读完我就去洗手间哭了 落了地之后 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以为我妈会理解我 但是没有 我妈还是说 这是你的工作 你得专注 你不能出错误 你要从自身反省 我觉得我妈就特别不理解我 她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倾诉者 确实我说她了 但是我说完她以后 我也挺心疼的 我就觉得也挺小 心理上也成熟不大了 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边 一直久久的不能放下这个事 我就和她爸爸经过协商 她爸说要不你先去一趟 去上海去看看 她每次都说要不你先去一趟 你先去一趟吧 我说咱一块去 她说你先去 那我在这边有厂里的生意 这不我就去上海了 但是我通过和她两天的沟通 我感觉就是她可能真的就记录工作 工作以后就还是没适应过来 还是觉得在学校里的那种态度 我就想就是不行 还是得租房子在这 还得扶上马 还得再送一程 我就给她换了个新环境 就不就住下来了吗 你又跟她住在上海 对啊 就做了个一室一厅的 还每次去机场接她不 去啊 我真的 我当时飞了一个 捷克 布拉格 然后我就回来发现 我妈把家都给办了 就住了一个环境 稍微好一点的一室一厅 就我和我妈妈两个人住 有时候下着雨 她也不放心我 我就拖着个箱子 到了虹桥之后 我就看我妈 打着一把伞 接过我的箱子 就拖着我 我就和我妈妈 走到租的地方去 就觉得不管在哪里 有我妈妈的地方 就是家 你拖着那箱子的时候 啥感觉 我们自己穿上那身 职业装的时候 是有更多的责任 这是在飞机上的照片 你这个多瘦啊 比你现在还瘦呢 刚刚上飞机那个时候 那个带着两个牌子 有实习的牌子 其实很多女孩子 喜欢空姐 是因为空姐漂亮 觉得高端上档子 但是没有意识到 她是个服务人员 但凡是你家里有一个 从事服务行业的人 你的这个内心 有的时候就是很矛盾 你受不了你的家人被投诉 所以从此 你也变得有了同理心 做服务行业的人 就有同理心 一定要从对方的角度 来想问题 而空姐又是高端服务 对 你为客人服务 她为你服务 对然后 妈妈在上海这段时间 然后也是一直督促我 学习 我们也要从普通舱到头等舱 不是自然就晋升了 她还是要考试的 然后比如说要学这个酒文化 包括西餐的一些文化 然后包括这个广播词 我妈还给我报了一个 这个英语的培训班 因为山东人说广播词 还是有点口音的嘛 我一直分不清楚 你们那个机上的那个级别 东行的制服是一样子的 像我们只是丝巾的不同 像东行称务长的丝巾 是上面有兰花的 然后我们是红花的 然后她的这个衬衣领子也不一样 她是翻领的 你当过称务长吗 我是头等舱那时候 当了称务长 没有 你最高是头等舱的 对 头等舱 乘务员 但是你没有当过称务长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姥姥 就是我飞巴黎的一个航班的时候 晚上12点05起飞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姥姥放了两个心脏支架 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你姥姥 就是给你姥姥通个电话吧 然后我就在洗手间里 我就听见姥姥在那边哽咽着 她就说我小名叫毛毛 毛毛 我觉得配 没有办法去看我姥姥 就姥姥做这么大的手术 我都不能陪在她身边 就觉得对家人的哭就特别多 哭完之后 挂了电话 还要到过道里 给乘客做安全设备示范演示 还要带着笑容 就那一刻 觉得心里 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 就觉得太难过了 所以说我到了巴黎之后 就给我妈妈打视频 看一下我姥姥的情况 姥姥那时候在昏迷 那刻我就觉得 姥姥姥爷从小对我那么好 却长大了 自己真的有工资了 有钱了 有事业了 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 就没有办法去好好孝顺他们 还要再 离他们这么远 从那个航班回来之后吧 就跟领导申请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文艺的活动 喜欢唱歌 做地情 不是地情就是教一些培训的工作 就有一些礼仪 培训师 对 培训师 哄称培训 就到地面来 你舍得吗 其实不舍得 然后就觉得飞行还没有 说实话还没有飞够 到底是什么魅力吸引着你们 去说我还没飞够 因为其实做这个工作 有很多的责任感 而且我觉得 个人认为做这份工作 是把我从一个不懂事 懵懂无知的一个少女 然后像我妈妈一直陪伴我 到慢慢的 我在这个飞机上可以独挡一面 然后可以告诉乘客 我们在发生危险的时候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 所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也很喜欢空姐 带来带给我的荣耀 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陪家人的时间会更多了吧 你可以正常向下班了 对 然后我们是阶段性培训的 比如说有课 然后你就会去 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来道歉 因为我觉得 我爸爸比我妈妈大挺多的嘛 大12岁 大一轮 对大一轮 然后妈妈以前在家里 真的是也不会干活 不会做家 我都是我爸爸做饭 但是妈妈这些年为了陪伴我 自己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朋友 他就基本上重心都在我 所以我觉得希望来这个节目吧 也希望你也放心 渐渐地可以放手 去做一些自己的事 话里有话 说白一点 就是妈 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知道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我知道你有时候接电话 可能是我就在旁边听着 我说谁给你来的电话 你管这么些啊 发微信 我说谁给你发的微信 我不是想管 我就觉得这个年龄段 就是可能要谈婚论嫁 他又谈个男朋友什么的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怕他一旦要是长不好眼 谁又找一个就是说 不像我没想象的那种 你想找什么样子 和他能共同语言 说点硬性条件 硬性条件就是 结过婚的行吗 不行 结过婚人好都不行啊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那咱不考虑那一块 为什么呢 那结婚如果说不成功 人品好 有稳定收入 结过婚没孩子不行啊 那他如果好的话 为什么离婚啊 离婚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可能都会遇上一些错误啊 反正我觉得 也不考虑 我接受不了 高中毕业可以吗 不行 月收入一万以下行 不到一万 那看在什么城市 如果在上海呢 就肯定是不行 就在你们城市 在我们呢 在我们呢 我觉得还 还在考虑考虑 那就还是不行 身高低于一米八以下 行不行 我觉得一米 一米七八以上就行 一米七八 你看还是有很多要求的 咱别说那么空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要求的啊 外国有人行吗 不行 不喜欢 胖一点行吗 胖点还行 就是比较胖 两百斤以上呢 比较健壮 身体要好一点 太胖了 多高呢 也不行 长得不太帅 挺像男人味 有男人样 大确实长得挺丑 那也不行 我告诉你 你让你妈放手 是不太可能 你看看 对 你管管你老公呗 你老公不管 你老公 怪不得你老公 每次都会说 去吧 去一趟 他其实那是反话吧 因为就后来呢 他在上海工作 他飞航班 国际航班 一出去都是五天 那我就回山东 我回去以后 就和他爸爸 共同生活 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女儿回来了 他爸爸 又说了 他回来了 你赶紧回去照顾他吧 你看他自己在外边 也不放心 那我又回到上海 他说你回去 陪陪我爸爸吧 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挺孤单的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你也不要我 你爸也不要我 我说我都没有家了 这家 就有时候都挺迷茫的 就女儿老公这两边 你说 哎呀我真的都格舍不了 夫妻感情最重要 对 这是一切的基础 对对 你们俩好 他才能好 原生家庭夫妻的感情 是最重要的 对 对吧 你今天是来道歉 还是让我们来做他思想工作 希望他给你更多的自由 其实我觉得都有吧 我妈妈确实是为我付出的挺多的 然后没有我妈妈 对我的这么多年的牺牲 她的时间时光 就没有现在的我 就不可能从一个这种胖妞 变成现在能当空姐 然后成为同学当中算是佼佼者吧 你今天的这番行为啊 展现了中国母亲的最大的特点 既伟大 又卑微 伟大是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我都愿意给 卑微之处就在于 我对你这么好 你现在却要赶我走 你已经长大了 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想赶妈妈走 就觉得妈妈 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我经常跟她讲 我说你有自己的朋友 我妈有很多朋友 包括有那个女企业家商会 她有很多朋友 就希望她能回去 同操就业嘛 我妈妈就说不行 我放手了你怎么办 然后她还要 我有时候就是要出去 就是开车嘛 因为有时候培训 就拿着很多服装 拿着很多衣服 就坐动车 又不方便 我妈还给我当司机 我说你别去了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就行 我休息开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我妈不行 她离开了你能怎样 她离开了我 我觉得挺好的 对啊 也挺有主见 她即便遇上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又能怎样 那咱就怕她遇上 不负责任的男人 就遇上了能怎样呢 就被欺骗一次感情 那就受过一次伤害吧 那就受一次伤害 你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不就是要受伤害 对 但是我怕她受伤害 你怕又有什么用 你也管不了她一辈子 对对对 你到头了 是两边没管好 老公老公这边感情没维系好 对对 女儿女儿这边 对你产生反感 我们今天就做好这个工作 好不好 威逼利诱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什么法 什么招都用上 来来来来 先请哪板斧先来 中间的先来 小姑娘你知道吗 就是你刚才 用那么漂亮的英文 然后在播报这个 机上广播的时候 这个眼泪就止不住地涌出来 是你的表达里 让人能听见笑容 这是妈妈当年让你咬筷子 咬出来的功力 所以说真的妈妈的那种严苛 都在你身上绽放成了美丽 这点你能够意识到 并且能够懂得感恩 其实是你们双方共同的胜利 但是它对你的这种严格的管束和控制 在某一天一定会让你觉得这是莫大的压力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已经内化成你的自律了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仪式 来告诉妈妈自己成长了 她可以安心地去过属于她自己的生活了 这很重要 所以平姐咱们当妈的 有的时候得学会放手啊 其实在她已经成年的时候 咱们就得放手让她自己去成长了 包括所有的这些挫折 对她而言都是成长的机会 有句老话说 不经挫折难成人 没有磨难老天真 所以说咱们就是再爱她 也得给她自己去历练的机会 给她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像布袋大师说的那句话 低头看见水中天 退后其实是向前 谢谢你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跟您在一起 可能会让他们觉得累 因为在处理一些关系 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 生活的一些细节的时候 是需要让别人按照您的标准来去完成 那这时候 不管您的初心是什么 您看到的都是您自己的标准 对 和自己的一种需求 而这个时候身边的人 即便是被您照顾着的 可是他没有被看见 比如您在通过对女儿严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 女儿是获益者 但是他自己的力量没有被看见 对 如果他没有您在身边 他就能够发现他自己的力量 他就能够看见他自己 一个妈妈去爱护一个孩子 在去他需要保护的时候 要给予他保护 同时还有一种爱叫做 我要激发你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所以妈妈您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的爱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他对自己的渴望 他自己的梦想 他自己的坚持 如果您给他一根筷子 他不咬 你看着他之后 你盯着他之后 他咬着 你一不转头 他给吐了 他不做了 他也成为不了今天 所以今天你的成就 有妈妈的爱和呵护 更有你自己的不放弃 你的美丽 只因为你自己喜欢 它只是你的骄傲 只有你真正的骄傲了 你妈妈才会有内心的荣耀 谢谢你们今天的道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都能看到 这个妈妈真不容易 说实在的 没几个妈妈能做到这个样子 当你初中的时候 被其他人欺负的时候 她在我们台上第一次落泪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妈妈特别有决心 一下子放弃了所有的东西 全心全意地来陪伴你 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不让我的女儿受欺负 而且她作为一个女人 不仅仅是母亲 作为一个女人 她非常能够理解你 对美的追求 所以她支持你 当公姐的梦想 从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开始 她就一直支持着你 去实现你的梦 所以我觉得妈妈很称职 但是为什么今天女儿要 去做一个这么没良心的女儿 这个没良心打个引号 是因为我觉得妈妈 做的这个称职 可能过了头 当她是小孩的时候 她十几岁的时候 她还是一只小鸟 她特别需要妈妈的保护 和支持和陪伴 但是她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她有了自己的很好的事业 她也干得非常优秀 她已经语意丰满了 她即使飞得可能会跌跌撞撞 但是她可以独立飞行了 我觉得作为母亲 更应该拿出当年你支持她 去实现空姐梦想的时候 母亲的模样 你要给她信任 你要相信她能完成 她今后的人生 凭她自己的能力 我特别希望你们今天 经过这个节目以后 你们母女两个 能有更深的一些 真心的一些交流和沟通 希望你们各自都拥有 各自的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你自己的朋友 以至于不让她爱得压抑 如果你天天就绑着她 那无非是你时时刻刻都在跟她说 你不行 所有孩子的背影 告诉父母的就是一件事 不要追 就让我走就行了 你有什么话你跟妈妈说 好 来 谢谢你来了 妈妈 我觉得这些年 你为了培养我 付出了太多 牺牲了太多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然后甚至是和我爸爸的感情 我在飞机上不断地对别人说着感谢 然后却很少对你说感谢 有的时候还会埋怨你 跟你有小矛盾 然后我看到你这几年特别的不容易 接下来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 谢谢妈妈 也对不起妈妈 感谢女儿 今天能让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也成长了不少 听各位老师对我的见解 我妈妈相信你 你一定能行 我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 你想干什么 要大胆放手地去做 但是我一定会在背后支持你 谢谢你 谢谢妈妈 来看看她送给母亲的礼物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这是我和我妈妈 在我小的时候的一些合影 对 这里面全是我和我妈妈的合影 我都收集到一起了 在长大之后 就没有和妈妈的合影了 所以说就希望妈妈 以后如果你看不到我的时候 然后可以看看我的 我和我们两个的照片 这一份收藏 然后送给妈妈一首歌曲 什么歌 叫做当你老了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头发白了 水已昏去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路火旁打盾 回忆青春 回忆青春 只有一个人 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年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 飞和mesus 毫 ו晟稳 曉莫丹 25 你的消息 這就是我心裡的歌